口试结束了,回家的路上,我有点闷闷不乐。 你拉着我的手,抬起头来不安地问。 爸爸,你不高兴了? 我有点伤感地回答。 说真的,阿伯,我没想到你不喜欢我。 不,爸爸,刚才我说错了。 我是喜欢你的,只是有几次妈妈不在家,你老是给我煮面条,我都咽不下去了。 我看着你沉默了。 我忽然觉得,我根本没有理由生你的气,你说的是实话。 我的确不会做菜,还不善于做其他的家务。 我很忙,还常要熬夜。 你妈妈当然是为了体贴我,为了支持我的事业,从无怨言地包揽了一切家务。 另外,我确实也不能干。 一件小事,我磨磨蹭蹭干半天,你妈妈三下五除二就利索地干完了。 他总说,与其看着我磨磨蹭蹭蹭地干,不如他自己干,来得爽快。 这样,就养成了我的惰性和依赖性。 我更多地感受着,有你妈妈这样的贤妻良母的幸福和温暖,却很少认真地想想,该如何体贴他,和他分担一些家务。 老师的提问可能是随意的。 别的像你这样年龄的孩子,可能早已学会了圆滑地回答这类问题了。 而你是直率的。 你这直率的回答,说明平时的一切并没有逃过你的眼睛。 同时,可见我的这一毛病又是多么突出。 爸爸,你还生我的气吗? 刚才,我真的说错了。 你昂着头祈求似的说。 啊,不,阿伯,你没说错。 爸爸喜欢你说实话。 我站住了,很认真严肃地对你说。 阿伯,你看着吧,爸爸一定能学会做菜的。 爸爸有一个朋友是叫烹饪的老师,写过好几本有关烹饪的书。 爸爸回家去就翻出来看,好好地学一手。 爸爸以后做出来的菜,保证漂亮可口地可以参加国宴,保证吃的你打耳光也不肯放。 我以后啊,非让你管我叫烹饪大师爸爸不可。 我也顾不得烹饪、国宴之类的话,你是否听得懂,只顾自己慷慨激昂地说着。 说到后来,我有点指手画脚,信口开河了,还连着好几颗唾沫星子射到你的额头上。 你擦了一下额头上的唾沫星子。 爸爸,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那我什么时候管你叫烹饪大师爸爸? 等我学会做菜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菜呢? 等你管我叫烹饪大师爸爸的时候。 1986年9月1日 开学了 你妈妈给你换上了崭新的背带裤 崭新的白衬衣 崭新的白球鞋 你背着崭新的书包 跨进了南京索金新村第二小学 开始了你崭新的学习生活 是啊 对你来说 一切都是新的 我和你妈妈特地请假送你去上学 我还在校门口给你拍下了一张照片 你挺着胸 双手拉着书包袋 微微地偏着脑袋 抿着小嘴 一脸的笑 你的脸上 闪烁着亮光 你的眼中 飞扬着神采 也许 你还不懂得什么叫 向往和憧憬 但你分明意识到了 新生活的开始 你笑得那么得意 那么自信 而所有这一切 却又都掩饰不住你满脸的调皮 开学典礼在操场上举行 你们席地而坐 听着校长讲话 我和你妈妈 集大群一年级生的家长 站在二楼 你们教室前的走廊上 看着你们 我料定 校长的话 你一句也没听进去 你不时回头看着我们 一会儿夹夹眼睛 一会儿半个鬼脸 中午 你回家来了 我们以为 你一定会兴高采烈地 喋喋不休地 说说学校里的事情 比如 你的同桌是谁 老师凶不凶 今天上的是什么课等等 可是 你却显得郁郁寡欢 阿伯 在学校里好吗 好 你喜欢这学校吗 喜欢 可是 你好像有点不高兴啊 爸爸 你抬起头 可怜兮兮地说 爸爸 班上的同学 没有一个是我以前认识的 我和你妈妈互相看了一眼 我们速来为你的交际才能所折服 不要说 和家里来的客人一混就熟 就是在旅途上 哪怕坐公共汽车 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你都能极其神速地和临座陌生的旅客搭上话 一搭上话就十分火热 到告别的时候 简直是难分难舍了 当然 这得归功于你的嘴巴甜 叫起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来 甜得让人心酥 如果遇上跟你差不多大的孩子 那就更不用说了 你几乎是立即就能跟他们混熟 并且玩了起来 而现在 你竟然为没有你以前认识的同学 而样样不乐 这真是出乎我们的预料 啊 阿波 这没什么 你才去半天嘛 用不了多久 你很快就会和班上的同学交上朋友的 嗯 你点了点头 走进了你的小房间 你在你的小房间的书桌里翻腾着什么 翻腾了半天 你又匆匆地跑到我的工作间的写字台抽屉里翻腾起来 神情焦急而又认真 我问 阿波 你在找什么 找一张照片 什么照片 你将幼儿园毕业时候的照片 哦 爸爸前几天 把他夹在影集里了 哎 你找他干什么 我 我想看 你轻轻地说 我有点诧异 在暑假里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你不知看了有多少遍了 每看一次 总是极其顺流地爆出照片上所有同学的名字 一次 有两位朋友到我们家来玩 你又拿出照片来看 其中一位阿姨凑到你的身边问 阿波 你和班上哪位同学最要好啊 你歪着头说 你猜 那阿姨浏览了一下照片 指了指边上一位笑得很甜的女孩子说 是她吗 哎呀 你猜对了 阿姨 你怎么知道的 好 因为我发现 她是你们班上长得最好看的女孩 对了 你把嘴巴凑到阿姨的耳朵边 挺神秘地说 有一次 我们老师也说她长得好看 让我给偷听到了 嗨嗨嗨 我们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因为我们都听到了你的悄悄话 那个阿姨又问 那你在班上 就和她好 不和别人好了 不 班上的男同学都是我好朋友 有时候我们也打架 可打完了架过一会儿就好了 我把影集找出来 翻出那张照片递给你 你拿着照片 又一头钻进你的小房间里去了 阿姨 吃饭了 你妈妈叫了你有两遍了 可是你久久没有动静 我不由地走进你的小房间 一看 不觉愣住了 你的小肩板在微微地耸动着 你的脸颊上躺着两行泪 可你的目标 可你的目光依然极为专注地停留在照片上 我的心一颤 我走过去 轻轻辅助了你的肩板 阿波 你怎么了 爸爸 你抬起头 泪流满面地说 我 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见到我幼儿园的同学了 我 我想他们 我忍不住一把将你搂在了怀里 真是个多情的孩子 没有什么能比孩子的感情更真更蠢的了 你从小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 记得 你满三周岁 初来南京时 常常在凌晨一两点钟 就从睡梦中惊醒 醒后再也不肯入睡 只是一个劲地哭啊哭的 那时候 你还不善于用言语来表达你的情感 只能用哭来倾诉你对爷爷奶奶的思念 没有办法 我和你妈妈只能轮番抱着你 摇啊摇啊 有的时候 为了不影响邻居休息 我们只能抱着你到马路上去当夜游神 说真的 此时此刻 我看到你看照片的那副神态也很难过 我柔声地说 阿婆 你不要太难过 你的那些同学 离你都不远吗 都在这座城市里 什么时候等爸爸有空了 骑车带你去见见他们 好吗 嗯 爸爸 你可一定要带我去找他们 要不 要不时间长了 我会连他们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的 好 我一定带你去 一定 我发现 你妈妈妈站在门口 眼圈都红了 1986年9月3日 爸爸妈妈 我要起床了 你在你的小房间里朝我们的卧室喊着 我们被你喊醒了 无需看中 我闭着眼睛 我闭着眼睛就知道 是早晨六点了 我已经核对了 不下于几百遍了 不管盛夏酷暑 还是寒冬腊月 每当你醒来还要起床的时候 我探头看中 没错 时针准止在六点左右 而这左右之间的跨度 一般不会超过五分钟 我实在奇怪透了 你怎么会每天都醒得这么准时 莫不是你的脑袋关里 也装着一架钟 我所以会如此有意理地 核对了这么多遍 是总以为会出现意外 可偏偏这意外从来没有发生过 有几次 我有意试着让你睡得很晚 可第二天早晨 你还是在这个时刻醒来 惊讶得我和你妈妈张大着嘴巴 半天忘了合拢 我常听有些家长 倾诉他们的苦恼 说他们的孩子老是睡不醒 喊了多少遍 还赖在床上不肯起来 这时候我也得向他们倾诉苦恼 而我的苦恼在于每逢星期天 节假日想睡个懒觉 通常是睡不成的 因为你从来就不管假日什么的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如既往的 醒得那么早 那么准时 现在 我已经懒得再去核对你起床的时间了 因为这纯属多余 我简直怀疑你在这方面 或许具有某种特异功能 你妈妈说我胡扯 他说 那一定是你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缘故 老人喜欢早睡早起 你也就跟着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这有一定的道理 你睡得确实也很准时 除了偶尔跟我们出外做客或看电影什么的 到了你该睡的时候 你是非睡不可的 有几次晚饭弄得晚了点 你嘴里含着饭 已搭了着眼皮 瞌睡得东倒西歪了 你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下楼去拿牛奶 发牛奶的爷爷奶奶很喜欢你 你也乖巧 提着奶瓶还没走近他们 大老远的就像喊口号似的 爷爷奶奶早 爷爷奶奶好 你的口号马上就得到回报 阿婆早 阿婆真乖 真能干 大概在你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 我就开始让你拿牛奶了 我估摸你这样的口号也高呼了有几百遍了 虽然内容千篇一律 但每天一早就能享受一番别人对你的夸奖 阻止你满脸喜滋滋的了 今天天突然下起雨来了 你妈妈上班路远 一起床稍作梳洗就上路了 家里就剩下我和你 我说 阿婆 你在家待着 今天爸爸去拿牛奶 谁知你马上急得叫起来 不吗 我去拿 我去拿 天在下雨 你打伞收伞还不利索 路上又滑 你会摔跤的 不吗 我去拿 我觉得有点蹊跷 你干嘛不让爸爸去拿牛奶呢 你吞吐着说 你走了 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这有什么呢 爸爸只需要四五分钟就回来了 不吗 不吗 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害怕 我恍然大悟 这样的情况 其实已经出现过几次 可我并没有在意 我总以 不要挫伤你拿牛奶的积极性为由 而依顺了你 没想到 你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秘密 害怕一个人单独待在家里 我也说不明白 你有的时候气壮如牛 胆大的让人瞠目结舌 有的时候 却又胆小如鼠 怯弱的让人不可思议 对于你的胆怯 我早有察觉 也曾为此伤透了脑筋 比如 带你去洗澡 池子里的水明明不烫 可让你下去 就像杀了你似的嚎叫 你那么喜欢看武打片 可真正打起来了 你却又躲在我的身后 蒙着眼睛说 我不敢看了 不敢看了 回想到你更小的时候 大约两岁吧 我回老家休假 你看我游泳 当我从河滩上跳入水中时 你竟吓得大哭起来 一个男孩子如此胆怯 实在让我难过了一阵子 爷爷奶奶说 小孩子胆小一点好 不容易出事 可我却情愿让你出一点事 也不希望你这么胆小 一个胆怯的人 即便再聪明 长大了也往往一事无成 自你来南京上幼儿园以后 我就意识到 我必须改变你这怯弱的性格 我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 我几乎每个星期天 都带你到儿童乐园去 让你从很高的滑梯上滑下来 让你挡秋千 让你走摇摇晃晃的铁锁桥 让你爬很高的绳梯 开始 你竟什么也不敢 气得我咬牙切齿的 只想揍你 有一次 我把你抱上铁锁桥 然后我猛地跳了下来 你抓着晃荡的扶绳 急得哇哇大哭 我说 你哭得再凶也没用 你别指望爸爸会来帮你 唯一的办法 自己走 走到头就能滑下来了 否则 你就一辈子待在上面 你看我对你的哭 一点也不动心的强硬样子 只好哆哆嗦嗦的 一步一颤地走 终于 你走到了头 滑了下来 嗯 好样的阿伯 我狠狠地夸了你一番 我一摸你的头 天哪 全是汗 那可是冬天哪 可不管怎么说 这是你的第一次胜利 从那以后 你再玩那些玩意儿 显然轻松自如多了 每次我上幼儿园 接你回家的时候 我总让你在台阶上往下跳 起先跳一截 两截 后来能跳三截四截 每提高一截 我总张开双臂 站在台阶下边 一边保护你 一边怂恿着说 阿伯 你敢不敢跳 你敢不敢跳 你总是犹豫了好一阵子 才鼓足勇气跳下来 扑到我的怀中 这个方法 虽然未必高明 但却让你在伙伴中 大出风头 能从四截台阶上往下跳 在你们班上 可是独一无二的 记得我们刚刚搬进新居的时候 我就打定主意 让你一个人住一间小屋子 当时你妈妈还舍不得 说你还小 才五岁 可我还是说服了她 谁知对你一说 呵 简直就像是要了你的命 死活也不肯一个人睡 我说 一个人睡一间屋子多好啊 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瞧 这书架是你的 上边全是你的玩具 图画书 这桌子也是你的 你想在上面看书 画画什么的 全游着你 这张小床也是你的 晚上 你想怎么全打脚踢 就怎么全打脚踢 你乐意做什么梦 就做什么梦 多开心啊 阿伯 爸爸妈妈小的时候 想一个人睡一间屋子 还睡不到呢 好不容易说服了你 可你第一天一个人入睡的时候 五分钟之内 大约爬起来了四次 躺得好好的 你忽然说 爸爸 我要尿尿 哎 你不是才尿过吗 可我又有尿了 好吧 你起来尿吧 听声音 你最多尿了那么两滴 尿完尿 你重新又躺下 可没过一会儿 你又叫起来了 爸爸 我口渴 我明白 你口渴是假 心里虚是真 但这是第一天 说什么也得医顺你 我说 好吧 既然口渴 你就起来喝口水吧 你装模作样的 喝了两口水 而且喝得非常慢 我知道 你故意在拖延时间 但喝得再慢 总有喝完的时候 你只好又躺下去 一会儿 你又叫了起来 爸爸 我背上痒痒 我尽量温存地说 背上痒不要紧 自己用手挠挠就行了 可我的手够不着 不知道你还会想出什么花招 没办法 我只好奈着性子 走到你的床边 像孙子一样的 给你挠了一会儿 行了吧 没什么了吗 这回该睡了吧 嗯 大概没什么了吧 爸爸 你别把我房间的电灯关了 哎 那不行 睡觉了就要熄灯的 那 那 你别把我的房门关上 行吗 这可以 你们房间的门也别关上 你和妈妈晚上要来看看我啊 那当然 爸爸 晚安 晚安 你又朝对面我们的卧室大声喊着 妈妈 晚安 阿博晚安 你妈妈的声音稍稍有点异样 她心里实在舍不得让你一个人睡 她担心她会忍不住把你抱回我们的卧室 所以躲在房里一直没露面 我安慰她说 晚事开头难嘛 熬过的这第一天以后就好了 等她养成了习惯 说不定让她和我们一起睡 她还不愿意呢 这开始几天 我们确实没睡踏实 尤其是你妈妈 每天晚上总得起来六七次 看你是不是踢了背 有没有睡安稳 后来 看你每次都睡得好好的 也就放心了 而你呢 几乎从第三天起就不在乎了 吃过晚饭 刷过牙 尿完尿 说一声 爸爸妈妈晚安 就走进你的小房间 上床睡了